很強烈譴責有人發動罷工罷貨公投 呼籲市民支持國安法 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聯同有多個工會組成的 二百萬三罷工會聯合陣線 發起在下星期日公投 決定是不是罷工和罷貨 反對國安法 政府發聲明強烈譴責 說基本法和香港法律體系並沒有公投制度 所謂公投既沒有憲制的基礎也沒有法律效力 罷工罷貨公投明顯是利用學生得到政治目的 對於有組織一二再再而三地利用學校 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 故意誤導甚至煽動學生參與毫無意義的公投 全社會都應該和他或清界線 發言人重申 任何人或是組織採取極端手段 违逼特區政府都不會得情